接下来第二轮呢 当然由黄慧伦医师来举圈或叉啦 请出题 要活就要动 尤其现在姬小镇这个话题正流行 请问如果运动量不足的话 身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请讲答 舒函 肌肉萎缩 肌肉萎缩 对我说 有的 请加三千 我朋友的小孩嘛 对 右大腿受伤 也不多 一个暑假一两个月之后 她腿已经大小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的粗细有差 对不对 是 她受伤她腿就变细了 一两个月就会这样 很多人其实 譬如说骨折 什么脱胃躺床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有时候一站起来是会跌倒的 这样 肌肉量的流失 或是肌力的维持 所以很快会流失掉的 是啊 所以我们这老人家 应该多动就是这样 凯馨 腰酸背痛 腰酸背痛对我说 当然正确 对 来 加三千 轻姐 肺活量降低 无息管道那方面 走一走就喘了 对 来 对后手 是当然正确的 有 来 请加三千 林温宸 应该会比较容易生病 譬如说糖尿病高血 这类的 来 对后手 对 是正确的 请加三千 这不要再叫那个营药了 你都喝完了才这样讲 你都喝完了才这样讲 运动 来 主席 股脂疏松 好吗 钙质流失 股脂疏松 好像运动会 维他命低会有关系 对 正确的没有错 对 你不运动骨质 钙质很难保存 也是需要运动嘛 对 因为说我们 我们如果补充钙之后 一定要用过一种负重的运动 它才可以进入骨骼里面 形成我们的沉骨是这样 所以一定要透过运动 补钙没有用 一定要运动 还要晒太阳 它补钙没有用 不是一天到晚 单纯补钙 你还要带加维他命D 那你还要运动 你还要晒太阳 一定要运动 朱涵容易变胖 这当然 体重会增加 当然是正确的 请加三千 海细 代谢变差算是一样的吗 代谢 新陈代谢变差就会变胖 变胖 代谢变差都会变胖 所以不能算同一个 那我觉得 可能容易有心血管疾病 容易有心血管疾病 对 这当然是正确的 有 你加三千 不过他刚刚讲代谢变慢 会跟变胖是一样的 对 因为衍生来讲 如果你代谢变慢 你这样体重是会增加 可是如果更广泛 血糖 血脂 那个代谢可能又另外一些 最大很聪明 讲个心血管疾病 对 谢谢 来 勋姐 对 快猜完了 那我容易产生关节上的病变 对 关节上的病变 膝盖 对 对 或错 对 正确的 来 加三千 对撑 可能比较容易失眠 肌少症会容易失眠 会吗 运动不止 对 运动不够 对 或错 对 这是正确的 用运动来衍生 这没有错 我们有运动人 他的熟睡期或入睡都会比较OK 脑内肺的分泌种种 都会比较睡眠比较好 请加三千 最后一个三千 主席 有十个 申请忧郁症算不算 亲情不好 对 肌少症会容易产生 忧郁症对或错 情绪比较低落 应该也是正确的 对 情绪低落 因为没有在动 对 来 加三千 他们都很厉害 没有一个错的 有要补充的吗 慧伦医师 对 应该这样说 我们这个题目很棒 是因为要告诉大家 运动太多好处了 我们十大死因 其实每一个都 我以前一直都有运动 运动不够 像WHO 已经把我们这个 全球的死亡率 把活动量不够 运动不够 列为第四大主要的因素 仅次于血压 血糖跟抽烟 那我们常讲说 你现在做的越久 就是一个新的吸烟形态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我们做越久 血液循环变慢 我们的这个代谢变差 肌肉量变少 隐身的问题很多 细胞含氧量变少 细胞抗氧化能力变不好 循环变差 就能发炎 得到癌症 很多慢性命迹就会产生了 那如果大家少讲到的 就是说女生爱漂亮的话 其实运动也会 让我们的皮肤更好 更能够青春 很差 所以可能就皮肤这一点 大家没有想到 其他几乎都想到了 所以要做 一般人要做事情 150到300分钟的 中等身体活动 一般成人 或是75到150分钟的 高强度 每一周 可是可能不用那么大压力 其实我们台湾的研究是说 如果你每天只要 15分钟 一个礼拜累积到90分钟 其实光这样就可以 增加三年的寿命 那如果你想要延年易受 你想要预防疾病 初期健康 我们想说叫做 150分钟的概念 你一天30分钟 一个礼拜累积到150就够了 那一天30分钟 你可以拆开来 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 就是你可以 白天15分钟 晚上15分钟 这样子 其实中等强度以上 就是你做起来 会有点微喘 你可能聊天不轻松 讲话有点稍微背力的 那就对了 这样就强度就可以了 我们宣布现在的奖金 好 目前 这一回合同时作答 AB两个选项 答对的话累积奖金 一个人代表1000元 答错的话 此轮就淘汰 那每一轮最后留下的那一位呢 可以把当时账户累积的金额 全部贯给自己 总共三轮 第一轮请出题 英文片语 Thrown in the towel 字面上的意思是丢毛巾 然而它的延伸意是什么 A 认输 B 贺彩 请做答 这么多人贺彩 丢毛巾是贺彩 是哪一种 是吗 张勋姐 我 我就认为是贺彩 就像之前呢 我有去那个 那个直栏的 当那个场面的主持人 对 那他们现在就很流行 就是要啦啦队 还有所有球迷朋友们 是拿着毛巾在挥舞的 帮那个球员加油 那会丢吗 丢啊 如果太兴奋的话就会丢 或是很不爽的 因为我会感觉 认输的话应该 那个好像就是在拳击场上 丢白毛巾的概念 赶快丢 不准丢 赶快丢不准丢 不准丢对不对 对 就那个Ruggy那个 对 那苏翰你认为也是贺彩 对啊 因为认输不就要一直这样挥吗 丢出去 他就不知道你认输啊 刚那一段是发生丑戚 他在讲什么 他不知道 他在讲什么 他是 我跟你说讲说 因为我是 他还没跑十八打 他就已经开了 不是 我想说 他在打仗的时候 你认输不是就要举白旗吗 你丢掉把他挥手 就是他不知道你是 就是我用猜的 就是他就只是以为你在挥手 他不知道你是举白旗 所以应该不会丢掉吧 举白旗不是丢 他是丢毛巾 对 那我跟你说 我就照这样逻辑去 拆他 卫生 因为看很多拳击的这种影片 好像丢毛 大概被扁惨了 那个教练被打惨 他想要丢 可是选手不认输 就不准丢了 对 正确答案是 A认输 大家要看 他有个界隙词叫做 Through in the tower 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 把毛巾丢进场内 代表我决定要认输了 三位请到旁边休息 竟然 加两千 竟然 一题直接淘汰 不需要你淘汰 来 下面一题请出题 请作答 同学游泳 游泳耗的氧量比较多 因为我以为游泳比较舒适 仔细游泳吗 我游泳 但是我不是特别会 但我曾经的经验就是 我其实没有游很长 喘到翻天 喘到爆 而且不是游很快的 还是非常棒 韦辰也是认为游泳 对 游泳用到全身的肌群的量 比例比较高 那跑步的话 其实大家都跑完步之后 脚会很痠 但游泳其实是全身都在动 正确答案是 A游泳 很多人会觉得慢跑一直在跑 消耗卡路里比较多 但是事实上 它10分钟消耗94大卡 然而游泳10分钟可以消耗118大卡 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冷水的刺激 如果你是有冷水池的话 它刺激到你可以借由热量调节作用 跟星辰代谢 然后不要忘记 在那个水中还有阻力 所以这些也可以帮你消耗更多的卡路里 下面一题请出品 保龄球连续全倒三次后 我们会大喊Turkey 请问Turkey这个术语的由来是什么 A 以火鸡作为赛事奖品 B 火鸡在当时非常稀少 请作答 Turkey 有不一样的答案 彩星说 你应该可能火鸡当奖品是吧 对 因为我觉得火鸡 好像也一直都没有所谓很少的问题吧 然后而且打保龄球 我觉得能够去打保龄球 这个赛事也不太会缺钱买火鸡吧 所以火鸡当奖品有点像趣味 我自己猜 我这样推理 因为你连倒三次 送你一只火鸡这样 就好像有趣的 她的解说是这样 是 来 对 我原本想说 如果是时间比较久远以前 那种 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负担起食物 或是一些生活日用品 如果以后这个比赛送这个奖品 火鸡应该算是 这个价值蛮高的一个奖品 对 就像早级年代 大家歌唱比赛 都是送酱油家电用比较大 对 家电用比较大 而且很久年 那举办的歌唱比赛 就送一些日用品也觉得开心 对 面粉凉 我面粉也有 来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A 以火鸡作为赛事的奖品 其实呢 Turkey这个术语啊 是中世纪欧洲的农民啊 他们有时候没有在农忙的时候 或是有节庆的时候 就会干嘛 玩保龄球 然后来打发时间 当做个休闲运动 然后当时呢 连续三次拳导 其实没有很容易 是非常难一件事 那感恩节期间 就是要吃Turkey 所以感恩期时间 大家又在那边玩 这个保龄球的时候呢 那你三次拳导 大家就直接送你这个火鸡 当做奖品 那这样子传统就流传下来咯 是 来 三位请回来 加一千 第一回赛事有五千块奖金 请输入林彩新的账簿 谁想来了 第二轮请出题 请做答 哪一项是台湾山难事故主因 A 迷路 B 被动物或昆虫攻击 请做答 通通显了迷路 那就主席 来 主席登山 我们山难的统计 台湾山难的统计 大概30%到40%都是迷途 你这么高 对 而且其实迷途 是所有山难里面最 其实只要做好准备 跟做好一定的经验累积 是比较容易防治的 所以这个是 会迷路的原因是因为天 比如雾大 还是晴天也会 山上也有路痴 就是有些人爬 这个向山也会迷路的 那山上的路 可能没有像大家想象那么清楚 可是一般不会有登山者带领 对啊 所以有些没有什么经验的人 自己上山 或是一群没有很有经验的人 自己上山 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 那时候怎么办 用指南针也找不到 其实现在都有很好的工具 但不可能 就是到目前为止 还不是所有人 叫人去怕象山 你会用离线地图吗 其实现在是有蛮好的工具 还是说 还是要稍微学一下 还是我们用导航 对 就是导航 它就是导航的 也会导到别的地方 但你就要输入正确的资料 你知道网路上都可以找得到 但是它稍微学一下 要不然会吓死 你迷路真的山都迷路 对 对啊 迷路之后太慌张 又更 就更容易 就是迷路要镇静下来 不要乱跑 所以你看很多直升机 就急去救援了 对 那也不一定救得到 动物跟昆虫 因为刚跟主席聊天 你说虎头风很恐怖 对 它也是我们生物 碰到里面最危险的 因为它可以真的马上致死 但说整个数量来说 当然它不是随时碰到 所以迷路是主要的 我还抓你泡酒了 你 所以碰到蜜蜂该怎么办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 尽量逃 不是蜜蜂 虎头疯 就是尽量逃 说什么喷什么沙龙剂 或是这个 他跑 就是因为主要是 你进入它的范围 你赶快离开就好 对 主要是沿着你过去的方向 赶快逃 你去挥动 或是有人说什么 拿东西甩一甩 然后丢演出 吸引它注意 那个都来不及 你做这些事情的时间 用来撤离是最好的 主席的意思就是要跑就对了 对 就是要离开它的警戒方 对 你要跑对地方 你不要这个虎头 跑那边 对面又有虎头 你的生命气太好了 谁在看路啊 就往前面跳了 这是太惨了 前面跳下去又是虎头 这么多话到底有多惨啊 他觉得是迷路是比较恐怖 因为迷路开始慌张 万一又联络不到 又断讯号怎么办呢 来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单式 A 迷路 根据2015年到2023年的事故原因分析啊 迷路是造成山难的最大宗 大概有37%这么多哦 那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一直在推广离线地图 但说真的 我自己也不是很会用离线地图啊 需要学一下 所以或是一些登山课 他们还是仰赖线上地图啊 或是这样子本地图啊 所以很容易有时候一迷路就整个很慌张嘛 那至于被动物跟昆虫攻击造成山难的话 其实只造成1%而已 因为我刚刚跟主席聊天啊 其实我们最怕蛇嘛 台湾蛇种类最多 很可怕的蛇 主席说那个蛇反而不攻击你 这可爱的动物 在台湾的山难 这么多年的山难统计之前 蛇的那个攻击 就是有咬伤 但是造成死亡的案例 几乎好像只有一起 非常远近于零 对 就是 大家好像对蛇很害怕 但其实蛇类 台湾的蛇类攻击性都比较弱 然后我们爬山会使用登山杖啊 或是对 一方面他们很快就离开 对 是蛮常碰到蛇的 但攻击世界很少 有人来他就跑掉了 蛇不搞事 那比较常碰到反而是那些在 山边务农啊什么的 或是居民家村落的 那个比较容易遭遇冲突 我加5千啊 加5千 他都答对了 每个人都知道迷路是很危险的事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拜托ATM 谁敢来Battle 订阅拜托ATM的YouTube频道 等你来Battle Battle Battle